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涛哥砍电影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跟大家分享的2005年 李维基拍摄的《地狱神探》这个片子 原来说今年要拍第二集 后来据说没拍成 而《地狱神探》这个片子呢 是讲着一个驱魔的影片 驱魔的影片被很多朋友喜欢 而这个片子里面 我不知道导演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他真的能理解到天堂 地狱 人间 以及与现代人间相关的 来自于其他空间的 包括动物 虫子 甚至魔 以至于不好的那些恶神对人的侵扰 在现实中 我个人以为确实有着非常值得借鉴的地方 那在涛哥砍电影当中呢 我跟大家分了三个不同的重点 跟大家分享了其中的内容 包括人自杀是罪 包括人如何上天堂 包括人与现实生活中 我们看到的某些能力和某些妖魔鬼怪的侵扰 那在YouTube 涛哥砍电影 您就可以看到这期节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那以目前情况和我们过去这么长时间 我们做的节目当中 我个人感触 那无论中外的和现实环境中的诸多的学者 很多朋友看问题呢 是把问题看死了 看死了 本杰明这个电影 一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盲人 做了一口大钟 用他毕生的经历 在车站 人生是旅途 人生的旅途 从车站开始 从出生开始 而那口大钟 当他被现代的钟表换掉的时候 本杰明死了 而那口大钟 那个盲人 做的那口大钟 当钟开始工作的时候 他反着走 电影 介绍说当初 罗斯福总统都去了 就像我跟大家说的 那空气 你说他是活的 你说他是死的 空气 人们看不见 摸不着 感受不到 但是当雾霾的时候 能呛死你 昨天 北京的雾霾 挂了这个什么 橙色警告球 习近平上巴黎 去开全球的 这个什么什么空气会议 结果确实给他一儿愁 在北京城干了这么一把 创造十四个月来的 最高的污染指数 污霾 空气 他可以要人的命 他的生命的形势 超越于人 所以可以两分钟 人不呼吸 就弄死你 你自己弄死自己 你一点出路都没有 所以他的生命形势 高过于人的生命形势 你看的问题 你看问题的时候 就全都是活的 不是死的 就像现在的 现在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这个地雷 这个雷什么时候埋的 是2015年1月份埋的 是当时习近平 王岐山 在四中全会的基础上 砍了周永康 杀了令计划之后 突然要求召开 中纪委五中全会 现在的行为 在兑现1月份 五中全会的真正的内容 在这同时 他要突然确定 由孟建柱说的 9月3号大阅兵 9月3号大阅兵的时候 习近平自己做主说 裁军30万 把所有原来的东西 全甩了 五中全会之后 突然拿出喜马会 喜马会 任了中华民国总统 喜马会因为来的突然性 中南海里面 其他人不知道 外面的人也不知道 探讨什么国民党 晕了你 探讨国民党 会不会在喜马会中 占便宜 这就是你上学的知识 扼杀了你生命的本来 它是一盘棋 这盘棋在年初四中全会之后 就定了 杀完令计划之后 就定好了 这几个 走到今天是接锅的时候 有没有危险 一定有 但是到这个时辰 他就得接锅 他不管什么风险 他都干了 这里面唯一的差 就是天津大爆炸 天津大爆炸 促使今天习近平在军改中 下那么大的狠手 结果 结果昨天呢 有个消息 来自于北京的 总参里面 一位少有的女少将 据说 黑不提 白不提 让他回家了 只能这么说 文章题目这么讲 总参信息化部原副部长 董牛新少将辞职 北京市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 23次会议结束 那里面提到了 六个人的人大代表资格 被终止 他说 这里面呢 仅有世贸天洁 投资有限公司的 董事长 叫做杰曾和 和总参谋部的 信息化部原副部长 董牛新 没有说明任何理由 而公告辞去 人大代表的职务 董牛新这个人 是个女的少将 五十多岁 那她是总参的 信息化部的副部长 总参的信息化部 让我们想到 就是网络攻击 那今天呢 据说是 中国公安部的部长 这个去美国访问 跟美国在讨论 有关网络冲突问题 那董牛新 在这个位置上下来 我们知道总参 原来是郭步雄的 总政是徐才厚 所以那董牛新 是长期在这个部门工作 那反过来说 他是军队总参中 少有的女少将之一 那可想而知 他与郭步雄的关系呢 是有一定的 他要没那个关系 他不会在这么一个重要的部门里面 扔这么个职 而同时他是来自于河南 那来自于河南 就跟传统的里面说的河南帮 古军山 那贾庭安直接相关 所以这个人没说明理由 而被北京市人大 终止了人大代表的身份 那我们可以看到 打他不是目的 打他只不过是清扫 所以一枪二鸟 他下来看到的是总参的人 而影射的是总正的贾庭安 但是要注意这种做法是一种被辞职被辞退的做法 跟原来的做法感觉上有点不太一样 而被辞职被辞退的做法之前是什么 这一层官员纷纷自杀 对吧 所以有一点说不出来的味道 我为什么说辞职的概念呢 因为江苏省省长李学勇也辞职了 就这样 是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云 号 for show times and tickets visit shenyun.com 江泽民的老家 对吧 那围绕着江苏省呢 有着一连串一连串的故事 结果当时 很多故事都是围绕着罗志军 江苏省委书记 结果现在看到的是 李学勇先辞职 那李学勇辞职了 某种程度上 有一种平安落地的感觉 我说平安落地就是 你不用跳楼 那有事没事没说 但是这个人呢 从这种官位上下来 又感觉上比较突出 就这个意思 文章提到说 江苏省的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十九次会议决定 由苏州市委书记 叫石泰峰任代省长 石泰峰是在苏州前任市委书记 被砍杀之后 他来接任 所以这是后来的人 那江苏省被干掉的高级官员 包括原来江苏省的省秘书长 赵少林 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 以及市长纪建业 其实还包括 连云港市的市委书记 江苏和苏州市的市委书记 都被干掉 那都被干掉了 你就看到罗志津就光杆一个在那放着 那这个时候省长又辞职了 而江苏 我说过是周永康的老家 江泽民的老家 那与此同时呢 发广有另外一篇报道 原银监会的主席刘明康 昆明亮相反击被调查传言 有日子没听过类似的消息了 原来就是说反正谁亮相谁死了 后来呢不亮相改自杀了 那现在看又重新亮相 刘明康是原来的银监会主席 那27号到29号 在昆明出席了调研的会议 那他也提到说 在26号的时候 他也曾经到台湾的台北 出席了2015年 港台经贸合作的论坛 那他是天津人 所以人们认为呢 在过去不长时间里 网上曾经说他蛇了 就是他出事了 那现在呢他又露面了 还到台湾去了 所以说认为以这样的方式 来证明自己没事情 那我个人认为呢 这种做法基本就是老套路了 那至于说原来的银监会主席 有事没事 你只要看一下现在的银行业的 里面的老板 大老板 小老板 中老板 好 只要看看老板们的日子 好过不好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看看老板们被查的内容 是什么年限的内容 至于他有事没事 我觉得根本问题不大 什么意思 当整个金融体系被以现在开膛破斧的方式被打开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说谁有事 你说谁没事 因为干他的方式是用开膛破斧的 不是修脚 不是洗头 你得弄明白 现在在干嘛 那你说原来的银监会主席 他自己说我没事 可能吧 谁都不希望自己出事 对不对 倒霉的事 没人希望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